通胀 而通胀我想最主要是为何影响市场呢? 亦都是影响着各大央行的一些退市部分 Tommy,现在说的是联储局 几大机会是11月呢? 有机会宣布也好 或者会不会立即在12月就会缩减 那个买债规模 而环球央行其他其实也是有一个很大的预期 譬如你英国现在已经估计明年2月要加息 欧洲央行虽然主要是买债规模不变 但是抗疫的债券计划就会有机会慢慢缩减 这些其实对股市也不要说没有影响 不过我又不是很害怕流动性是缩缩了 现在你刚才说的这么多央行 我们只是看联储局 就是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 因为英国已经太小了 联储局现在的资产负债表 就是8万5千亿左右 如果他从11月开始减少买债 每一个月他减少150亿的债 他其实从今年的10月到明年的5月 他总共还是买入5400亿的债 换句话说到明年的5月 联储局的资产负债表 只有9万亿的资产负债 还是多了 还是多了 日本和欧洲不断拖 拖到欧罗可能去到1.1 一段 他们很高兴 所以他们一定不会退市 如果加上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的流动性 那你去到明年就算是年中 这个三家央行加上 都有26万亿以上 那个就是资产负债表的资产 都认了很多 那就是印钱还是印了这么多出来 那其实印钱就不是说去年一年才印的 由2013年日本可以印 2014年欧洲开始印 2009年美国开始印 它是印足了这么多年 所以你没有法子一下子就收缩了 我见大家都这么说 譬如我最新今早看过 波根大通有份最新的报告 它说未来一年估计环球主要央行 买入的资产依然有超过1.5万亿美国 是啊 这个也保守了 保守了 因为你说 譬如欧洲这样 它紧急买债计划 那个它会减少 譬如说它减少到第四季 它只会买七百亿 但是它行常的计划 它会增加 是啊 所以你这个 就是一面好像减少 其实它那个心底里 还是这么说 美金不求你强一些 我们才会容易一些 每月都是买二百亿 所以 是啊 是啊 那这个暂时我们又厘清了 不用太害怕 是有机会退市 但不是大家想象中这么恐怖 但是我想短期内 第四季更多人说 最近这两个星期 就是债务上限 刚才呢 Tommy就说 债务上限 应该民主党哪里搞定啊 就是会谈得定啊 但是你以前也试过几次 是不是 是不是 我记得有些研究就是1980年到现在 美国政府曾经停摆十四次 是啊 其实有很多次呢 都会引发了期间的美股震荡的 是啊 最终虽然都搞得定 是啊 最终虽然都搞得定 那当期内呢 是有些震荡的 是啊 我们看一下这两个图 是吧 18年开始厉害 是啊 这个2013年呢 它跌4.7% 因为当时呢 是这个奥巴马做这个总统 嗯 那奥巴马呢 那时候提出呢 奥巴马care 那个这样的 就是 医保方案呢 嗯 就被这个共和党推翻了 是的 所以呢 就是大家呢 争批不够之余呢 所以那个上限就没得提高 那么那个上限呢 是什么时候他们去辩论的呢 都是好像现在这样 在这个就是预算案要过的时候 嗯 因为呢 美国的财政年度呢 那个尾呢 是9月这个30号 嗯 那么如果9月30号之前过不了的话呢 那麻烦你 就是每天去看 究竟你有没有选择 嗯 而这个就是 2018年呢 那时候就是 比较是严重一点了 因为那时候是特朗普 特朗普 特朗普说你 如果不让我起来围场的话呢 什么都不用谈 是 那所以呢 就全部什么都不用谈 所以说是态激的震荡比较大 所以呢 他由10月呢 拖到12月呢 拖到1月呢 才解决这个问题 嗯 他还要是呢 整个国会呢 是改了 由这个的 就是 这个就是 民主党变成共和党 嗯 他才有得 就是过了 共和党变成共和党变成共和党变成共 感谢观看